中国民间教育公益机构 丽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 日前发出公开信表示 由于受到中共有关当局 长期以来的骚扰和打压 不得不主动停止图书馆的运行 那么丽人图书馆遭受了怎样的打压 当局到底为什么要打压 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9月18号 丽人乡村图书馆召开董事会 宣布自当日起 丽人乡村图书馆停止运营 同时还发出公开信 向多年来逼迫丽人图书馆 关停分馆 非法扣留图书 威胁甚至遣返员工志愿者的 有关当局进行抗议和谴责 公开信中说 从2011年起 丽人图书馆开始遭巨大压力 导致多个分馆关闭或搬迁 2012年图书馆所受压力全面升级 有关部门频繁给房东施压 在图书馆对面安装摄像头 甚至使用黑社会上门威胁 到去年迫使8个分馆先后关闭 今年6月开始 丽人图书馆的信息平台和招募通道 以及筹款渠道也都先后遭到关闭 9月初 丽人图书馆全部分馆在同一时段 被多个部门连锁上门检查 在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的情况下 各地合作方迫于压力 陆续要求解除与丽人的合作关系 9月4号起 全国各地图书馆在10天内相继遭到关闭 其中河南张国栋图书馆分馆 是丽人图书馆发起人之一张大军自家的房子 这个馆被河南当地民政局发文取缔后 当地政府又将驻守该馆的志愿者遣返家乡 同时将图书馆超过万册藏书非法搬走 至此丽人图书馆的20个分馆遭到关闭 9月18号 丽人图书馆理事会决定解散剩下的最后两间分馆 民间的强烈图书馆更多的是传播知识 传播真相 官方的图书馆过畏真相 换改历史 按了它的意识形态去灌输解决斗争的观念 灌输一种敌我毛病的这种思维 图书馆可以关闭 就更加证明了它两个方面的虚弱 第一就是对自己的心脏失控的这种恐惧 第二个就是对民间活动的恐惧 丽人乡村图书馆成立于2007年 当时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李英强及其朋友 感慨于中国乡镇文化贫瘠的现实 决议投身乡村图书馆公益事业 近年来先后在全国12个省市建立了22个分馆 在文化凋零图书馆稀少的县乡地区 令人分馆在当地受到一些读者的欢迎 图书馆它作为一个公益事业政府 它应当扶持 但是它不应当垄断 图书馆的内容它不应当过度的干涉 垄断的这个文化呀 只能成为专制权力的一个附属品 只能是用来愚弄人民 造成整个社会基本的常识的缺乏 已经扼杀了人们初为的创新 中国的这个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知识文字 但是很少有原创性的创造 就跟这个文化专制绝对有关系的 公开信中说 乡村图书馆从成立之日起 为了避免被构陷 从来没有主动申请国外资助 也几乎没有得到过国外资金支持 一直坚持财务的完全透明 当局对立人的打压 是违背国法天理良心的 而据法广报道 一位关注立人的媒体人透露 此前曾有同事想去采访立人 半路上被省委宣传部打电话召回来 原因是 这个图书馆被认定为境外反动势力 有国家安全问题 立人图书馆创办员李英强 目前还是坚持不接受外媒采访 立人图书馆原本希望 在乡村能坚持三五十年 为乡村教育和文化带来真正的变化 但是目前风暴来临 他们的这一愿望 看来已无法实现